林志玲和Aquila结婚三年 终于在今年初迎来他们的第一个宝宝 好久没回台湾的他们 今日带着儿子一起返台 夫妻俩也陆续出来抢赚奶粉钱 最近Aquila在接受李四端专访时 就曝光了夫妻俩的私下互动 她甜蜜透露和老婆都很互相尊重 所以两人从不吵架都是理性沟通 也因为没有吵过架 所以她很好奇老婆吵架会是什么样子 而婚后志玲姐姐情学日文 有次还因为学着Aquila说厉害的日文给老师听 结果吓了老师一跳 交代她千万不能学老公讲的日文 因为男生的用法太过粗犷 直接爆料老婆可爱的小丑事 至于自己当上新手爸爸的生活 Aquila乐在其中 她透露儿子眼睛像志玲 鼻子像自己 自己很享受喂奶换尿布等育儿大小事 一点都不觉得辛苦 她也说林志玲曾未在教儿子的过程中 不耐烦或是生气 更嘴甜用中文称赞老婆 在当上母亲后变得更漂亮了 整个闪到不行 不过最近她国民姐夫的封号 似乎被巨君叶强奏 她则是大气喊话 希望世界各地不同的姐夫都能来台湾 大家可以组成一团 相信这个画面大家一定很想看到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